张雪莹 主持人这样问道 离横店比较近 那住在义屋的人也很多 人家也没有都成为演员 你是怎样的一个契机 就走上这条路的 张雪莹很淡定的说 我有一个姐姐 新姐姐 她以前有参加一个唱歌的比赛 然后拿了个金奖 那个时候我才六七岁 就把我带去玩了 人家就说让她去演戏吧 然后我们家里也没有任何接触这一行 在片场导演说正好缺一个 比较小一点的女孩的角色 紧接着主持人又抛出一个尖锐的问题 所以你爸妈完全不是干这一行的 然后忽然就干这个了 妈妈也不干别的了 就老陪着你 张雪莹点头直言说 对对 家里本来也是做生意的嘛 就慢慢的妈妈 一直陪着我 主持人微笑着说 你又没有就是觉得 妈妈这几年付出了很多为你 张雪莹大方直言说 从小到大就一直都为我付出很多 都不是说近两年的事 就一直以来就是为我付出很多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不善于表达的人 对此 网友纷纷留言说道 看着越来越顺眼 家里是做生意的 有钱义务 有钱人特别多 我也带过的 傻孩子去义务逛我 他说话完全没有这江口音 他比关小彤漂亮 很纯 不错 很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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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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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